哈哈Preview 鳴 feet森想起 二十二位小鐵人 一個個接力跳下水 這群來自游泳俱樂部的小朋友 平均年紀只有八歲 挑戰橫渡金翁嶼 經過兩個小時努力 挑戰成功 我一開始很緊張 然後 後來因為 會看到魚很開心 所以我才會 所以我才會 不會再緊張 就是會有海浪 那個海水會有海浪 而且很鹹 會有水母 一直被電 有水母會頂我 然後呢 有岩石會刮我 雖然嘴上說不會很累 但其實出發前 大家還是有點恐懼 看在家長眼中 每位孩子都是最棒的 因為其實我是不會游泳的 所以我是 對海是害怕的 但我覺得 小朋友他們一群這樣在一起 可以這樣一起完成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每一次訓練都跟他們去跟游 他們從 對海連下水的時候 那時候都很害怕 到現在 到現在他們可以一直游 對 然後也會想辦法 克服他們的恐懼 所以這個過程 我從頭看到 我覺得 這個會幫助他們以後 我希望他們 可以幫助他們以後 不管遇到任何困難 小鐵人挑戰 金翁宇 要防止意外發生 全省有五艘船 在旁邊借護 還有立獎 一對一的借護 這麼高規格措施 就是希望能夠讓水域活動 安全進行 在參加這個活動 還有培訓計畫前 其實我們很單純 都只有在游泳池練習過 那頂多他們有參加 小鐵人賽事 是在活水湖 一些開放水域游過而已 但從來沒有在海邊游泳過 因為國內目前還沒有一個 鐵人賽事有在海邊 有挑戰的 由這一次的活動 來提醒各位 海它是安全的 如果有安全的介護 我們可以更加的親近海洋 讓這個水域遊戲的活動 都是很平安很平安的 來讓這些遊客 開開心心的來玩 小小年紀挑戰不可能 堅持不放棄 想必這一趟旅程 讓他們對大海 已經有更深的認識 小鐵人有受新的慾遇 參加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